大家好,我是東京走球的鮑勃 東京真的很好玩 在市區內玩個幾天不是問題 但行程的其中一天會不會想換個心情 離開這個大城市去看無敵海景 到Outlet寫拼 爬個小山 拜訪古城 參觀國寶 或是看看其他地方的美食呢? 本期影片鮑勃就來介紹從東京出發 約一兩個小時內 就可以方便到達的一日遊景點 那我們看下去吧 香根好鄰居小田園市 是一個從日本戰國時代就開始繁榮的城市 有著宏大的歷史 好吃海鮮 位於山中的甜點名店 把這裡跟香根旅遊的行程放在一起吧 大概早上10點左右我們來到小田園站 可以在車站附近走走 這裡商業區規劃的很不錯 接下來我們前往小田園城 小田園城距離小田園站走大概10分鐘 交通方便 這裡的歷史大致上可以追溯到平安時代後期 然後於15世紀中期 由大深寺建立了小田園城郭 1495年 支配了伊豆國北條早雲攻擊小田園後 成為了後北條式的領土 也進行了擴建 在其後易主過幾次 到幕府末年1871年廢城 現在看到的天守閣是西元1960年所重建的 我們從馬出門經過同門後 從階梯往上走 再經過長盤木門 就來到本丸 這裡也是觀賞天守閣的絕佳位置 天守閣三重四階 包含石園總高38.7公尺 總樓面面積大概1800平方米 跟日本其他的天守閣比較起來算是規模蠻大的 每一層樓都可以欣賞到小田園的歷史文物 展望台大約是標高60公尺 可以看到香根、伊豆半島 還有橡摩灣的海景 非常的漂亮 登高望遠後 我們走到小田園城內的二宮鮑德神社 是今年當地知名思想家 俄公尊德 就是那位拿著書走路的俄公金次郎 神社內的Teen Giro Cafe位置很好 室外的座位很舒服 天氣熱的時候點個北海道牛屋製作的雙麒麟 邊吃邊看神社真不賴 離開小田園城也是中餐的時間了 走路10分鐘左右我們來到了早川港 由於夏摩灣是個深水灣 讓這裡的漁獲非常的充足 一樣這裡有不少好吃的海鮮食堂 我們來吃芭蠟北菜魚丼 店內滿有質感的 海港的炸山魚 肉質鮮美的主生海魚 超級新鮮的山魚片 還有螃蟹滿出來的味噌湯 值得 吃完中餐之後我們走路將達巴士25分鐘左右 來到一夜山歷史公園 這裡原本也是一個城堡 叫做一夜城的原因是傳說封城秀吉只花了一個晚上的時間就完成這個城 讓當時掌管小田園的北條市嚇一跳 然後中挫他們的士氣 封城秀吉也因此將小田園城拿下 但實際上這個城堡花了80天 然後東用了4萬人才完成 這區域有兩個東京巨蛋的大小 可以慢慢散步逛逛 我們來這裡的第二個理由是 甜點名店一夜城 Yoloizuka Farm 也是2020甜點百名店 在店裡買個好吃的蛋糕 葫雙麒麟 吃完之後在農場晃晃看風景 三個步打火車大概四十幾分鐘 我們前往香根湯本吧 這裡簡單來說就是香根的入口 也是小田及浪漫特快的最後一站 有超過40間溫泉旅館 如果不住宿的話 當成一天來回的溫泉旅遊也不錯 除了溫泉以外 這裡的商店街也有非常多土產店 比方說創業超過150年的漁板專門店林廣 河果子百名店勤摩托 國產糯米做的特色商品 湯麥麟 包著甜點的喉丼非常好吃 除了賣外帶以外 這裡有室外座位可以直接享用甜點 如果要吃正餐的話 我們推薦湯葉豆直擊 這也是昭和30年的旅館改建的餐廳 非常的古色古香 點一碗香根明水、雞汁水 和優質豆漿做的豆腐皮 以及其他豆腐料理 暖暖的真好吃 那我們今天的行程要結束囉 以上就是東京附近適合一日遊的行程 希望看完這部片 可以讓你來東京自由行的行程更豐富多元 如果喜歡這種類型的影片 可以訂閱我們的頻道挖寶 以及加入會員 讓我們有更多的經費 拍攝更多優質的影片 如果想多多了解鮑普跟文恩的話 也可以like跟follow我們的Facebook粉絲團 以及Instagram 大家下次再見 拜拜 字幕by索兰kop 詞&字幕提供